那么上午的话我们讲过一个什么呢 换灯片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制作过程 这个制作过程的话 那么带大家整体做了一遍 那么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这个Jekory的 主要的一些什么呢 功能和使用啊 大概的过了一遍相当于是啊 这个换灯片这个例子还是比较 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吧 我们实际开发中 经常呢 那么很多页面中会有这种效果 后面会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呢 用这个插件的方式做这个换灯片啊 那么这个换灯片的话 相当于是大家可以自己写是吧 也可以用插件啊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么后面可能大家碰到类似的效果 可能有时候需要自己自定义的时候 怎么样 你也可以自己写出来是吧 不一定非要用插件 那么用插件的话怎么呢 就有时候你不好自定义是吧 比如它是这种效果 你自己改的话不好改啊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自己写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子啊 好 那么幻灯片的话 就是讲到这个例子之后 就是大概的什么呢 大概的已经把J.Corey的主要的这个操作 已经告一段落了啊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就学一些什么呢 就是数据相关的啊 数据相关的东西啊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呃 Jason Jason这个东西啊 Jason实际上是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是为我们后面的服务的 后面我们会讲到什么呢 讲这个Adjax啊 Adjax这个技术啊 是为这个服务的 就是Adjax主要是用了啊什么呢 呃 它是用来读取数据的啊 那我们数据的格式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Jason 是吧 一般是用这种Jason的格式啊 好 Jason这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什么 它这个Jason 实际上是这几个单词的一个缩写 是吧 它是什么 是JavaScript Object Lation 这个呢 Lotation吧 一个的缩写 是吧 手字母缩写 它实际上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JavaScript的对象表示法 看不到吗 好的 好 这里说的这个Jason指的是 类似于JavaScript对象的一种数据格式啊 类似于JavaScript对象的一种数据格式啊 目前的话 这种数据格式是比较流行的 对吧 比较流行的啊 现在的话 前后台一般基本上都是用 Jason的格式来传输数据的啊 那么的话 我们传统的传输数据的话 是用了什么 这个什么 XML这种数据格式啊 这种数据格式就比较容易啊 慢慢的它就退出历史舞台的啊 退出历史了 那么现在大部分都是用Jason啊 包括你们马上要学的 数据库的一些里面的东西啊 比如说你们马上学什么MongoDB 那种数据库啊 里面的话 也是用了Jason的格式 存的数据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Jason 那么Jason的话 它是类似于一种 JasonSquib对象的表示法 是吧 那我们JasonSquib的 这里列了一个 JasonSquib的这个 自定义对象啊 那么像这种对象的方式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一般的什么呢 就是了解下就可以了啊 了解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Jason一个对象 是怎么定义的呢 比如说定义一个什么呢 这一个等于一个对象啊 等于一个对象 然后的话 它比如说 这不是什么呢 这是属性是吧 属性啊 这里面是属性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是方法 是吧 方法啊 那么大家学了 Python里面的 面向对象的一些东西吧 都学过了吧 是吧 那么一个对象里面 有属性和方法 是吧 属性的话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变量 是吧 方法就相当于是 这里面的函数 是这样的啊 方法就是这里面的函数啊 那么这个是 这是JasonSquib里面的对象啊 那么我们的一个 Jason的数据格式呢 那么是怎么写的 是这么写的 是吧 这么写啊 这么写的话 那么这个Jason的话 就类似于大家学的什么 Python里面的字典 就是Python里面的字典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接的数据格式的话 它里面就没有什么 这种类似于方法的东西 它一般都是些什么呢 就是类似于属性的 就是数据的一类的东西 是吧 相当于是变量 类似于变量的一些东西啊 好 这是Jason 那么Jason和我们的这个 加速对象有什么区别的 Jason里面怎么样呢 它的数据怎么样呢 一般的它的属性名和 和什么字符创需要什么呢 用双引号引起来啊 记得要用双引号引起来 用单引号或者是 不用引号会什么 导致读取数据错误啊 导致读取错误 好 这是关于这个Jason啊 然后的话 我们Jason呢 还有另外一种数据格式 是数组啊 类似于数组的形式的啊 数组里面什么呢 和加速于数组的 字面量相同 但是的话 它里面的这个 字符创最好是什么 用双引号引起来啊 不要用单引号 单引号一般会出错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ason 比如说我来写一个 Jason的这个数据啊 拿一个Jason的数据 新建一个Jason的数据 比如说是拿一个 比如说这个是 Data Data.Jason 是吧 那么我们Jason呢 它的这个 可以是 它有一个数据格式 叫Jason JSON 是吧 把它存一下 是吧 把它存一下啊 存一下 然后保存到这里啊 它可以保存到这里 保存到这里之后 然后怎么做呢 然后的话 我在里面写这个 它的Jason的这些数据 是吧 那么写法呢 就是怎么呢 就是按照这个字典的方式来写 但是里面的 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这个什么 见名和见直啊 最好都是用双引号引起来的 比如说这个是 LAM 是吧 LAM的话 然后是冒号 是吧 这个是TOM 是吧 TOM的话 你看我如果没有用引号 引起来怎么样 它显得是红色吧 是吧 表示它这个不规范啊 用这个双引号啊 如果用单引号的话 可能读取的话也会出问题啊 用单引号看见没有 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记得要用双引号啊 双引号引起来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它的名字是TOM 是吧 比如说是TOM 然后第二个值的话 之间用什么 双引号隔开 是吧 双引号隔开 比如说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A级 是吧 A级的话 然后什么呢 假如后面是一个数字 数字的话就会用引号了 是吧 那么假如说是18岁 是不是这样呢 可以这么写啊 喜欢这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Json的数据 是吧 Json的数据啊 然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是不是这样呢 可以把它保存起来啊 好 那么的话 一会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如何用这个什么 Json的什么呢 这个用二价格式来读取这个数据啊 那么记得 这个地方要用双引号啊 记得啊 等会我们来读一下这个 好 这是关于Json啊 Json里面那么还有什么呢 类似于数字这种格式的 是吧 数字这种格式的我们可以 那么的话 单纯的这种数字的话 一般是怎么样呢 一般是比较少 我们有时候什么 是不是可以把数字放到Json里面呢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比如说还可以定一个什么呢 这个比如说info是吧 这样一个数据啊 数据里面 然后再来一个数组 是不是可以啊 这里面可以这么写是吧 然后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是 比如说是female是吧 male是吧 这是男性吧 男性是吧 或者是什么呢 再来一个什么呢 其他的属性是吧 比如说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student是吧 学生是吧 类似于这种 这个的话就切成到 这个数据的一个结构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你这个数据是什么放的 你就怎么写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就是一个类似于 这是一个Json的什么呢 Json的一种数据格式 好 好 我们可以什么呢 把它理解成什么 我们的字典 但是记得什么呢 要用双引号 好 这是关于Json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只要我们已经接触了很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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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